历史题这一题很多人不知道答案为什么是它 是因为你看不懂听不懂在干嘛 如果今天是画箭头直过来 就代表我今天调控你 但如果代表促进 这个单键箭头是代表促进 如果它画的是双线箭头代表抑制 那为什么答案是C呢 我们从下面这个表格来反推 我现在把它擦掉 为什么答案是C 你看它后面的推论蛮合理的 落甲没有了 甲没有了 那就没有甲促进丙 丙就下降 对不对 那丙是抑制乙的 结果丙没有啦 乙就不被抑制 所以乙就上升 对所以 第一个操作C合理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 第二个操作是 如果把乙杀掉 好没有乙了 所以甲是不是就不被促进 丙就不被促进 所以这里甲丙都下降 第二个选项也符合 第三个选项 若我把丙拿掉 所以没有丙来抑制乙 乙就上升 那乙又促进甲甲就上升 所以乙甲都上升 也合理 所以乙经由1经由2经由3 不同的处理情况之下 发现在C这样子的调节 阶层下都符合 那你要注意到它的观 它的表达方式 单线箭头代表乙促进甲 甲促进丙 而丙是双线箭头代表 丙这个基数会抑制乙 所以它是一个负回馈的一个机制 而C这样子的调节模式 你看下面各种删除热意激素的结果 都符合 所以答案是C